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副社長Nikki 相信大家看到標題應該就知道 社長又是冒著黃標危機來介紹這個主題 我真的是想了非常的久 超級渴望能夠再次的誕生這個主題 那就是BDSM 調教BL慢推薦 那之前其實頻道就有做過這個主題了 當時也有收到就是非常多小豆腐的好評 後續也有常常會收到大家的思訊 或是留言問說到底能不能再做第二單推薦 隨著就是剛好頻道破10萬訂閱了 社長膽子也稍微的比較肥了一點點 就想說再來試試看 畢竟調教什麼的 說穿了就是養成嘛 Youtube大大我只是在教大家養小孩 就是一個健康的頻道 養成自己喜歡的模樣教會他的body聽話 真香 所以呢今天來了 社長制就開著火箭的車術來炸大家了 一共呢整理了三本近期必看超誘人的BDSM漫畫 讓大家呢可以跟著漫畫一個編子一顆湯圓 冬至呢要多快樂就多快樂 當然在今天的主題開始介紹之前呢 我覺得應該要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 然後科普一下BDSM這個名詞 因為在這個類型的作品當中呢 主角就是通常被分為兩個類型 一個呢就是Dum可以大致上呢把它想像成是主宰方 就是透過掌握控制對方然後而獲得滿足的人 那另外一方呢就是Sup 那就是跟Dum呢是相反的 是渴望呢被掌控然後被控制的人們 那BDSM的作品呢 跟單純的調教SM的作品最大不同呢 我自己的想法是BDSM呢會更著重在是否透過這層主宰 然後跟被主宰的關係當中 在心靈啊或是精神上能感受到滿足 而不是單純喜愛就是肉體的刺激而已 這是我比較直面的觀感啦 那也歡迎就是其他的小豆腐 如果還有想法的話呢也可以討論 然後補充一下囉 準備好了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作品推薦啦 首先第一步要推薦呢就是 這是命令 臣服就有獎令 是一天死對頭變成情人的填寵調教故事 小壽最上呢是一位職業的足球員 生活最大的樂趣呢就是晚上去酒吧 然後找個帥哥呢度過一夜 最初呢眼睛就被蛋糕虎 誤以為呢有著柔美的外表的小公支昌呢是壽方 所以呢就前往呢打散 結果被支昌呢狠狠的拒絕之後 還嘲笑的說 如果你願意讓我報的話呢我是可以考慮啊 但是如果要我被報還是早點睡 別做夢樓親 所以呢被大肆的嘲諷之後呢 兩人的糧子就此 結下超級不合的 那某天醉上又光顧酒吧的時候呢 就意外發現店內呢只有支昌一人 兩人呢拼酒拼到最後 支昌呢居然意外的發現 最上就是無意識的對自己的言語 非常的聽從 便默默的想說把他帶回家進行確認 沒想到呢喝醉酒的醉上呢 當晚就被激發出第二性別 發現自己像小狗狗一樣 就是對支昌呢把衣擺順 支昌的言語啊還有指揮 都讓他覺得相當的舒服 這才發現原來自己不是普通人 居然是一個SAB 在本書的設定當中呢 Dum跟SAB是介於男女之後的 第二個性別特徵 也是出自於一種被賦予的本能 如果呢是Dum或SAB 沒有得到滿足的話呢 甚至會影響到生活 因此呢兩人就在這個想法下呢 就想說不交往的前提下 互助互惠 你命令我我 聽從你雙方都非常的happy 沒想到呢 就在這樣子互助互惠的關係之下呢 兩人卻越來越在意其對方 甚至呢也會吃醋然後不安 最後也就小小的經歷一些波折之後呢 順利的在一起了 那我自己特別喜歡就是身為Dum的知倉呢 發現SAB的個性的最上之後呢 還是會保有尊重 並且給予對方呢最完全的決定權 也沒有稱人之為呢做出不ok的事情 所以呢這個小公實在是算是 非常的加分 社長非常的喜歡 那當然小時候最上的個性呢 是有時候有點口是心非啦 但是對於自己喜歡的足球工作上呢 也是非常認真的人 最終可以找到知倉這個好夥伴呢 好伴侶真的是太好了 本篇呢我覺得推薦給就是 喜歡看牆牆啊 或是未情敵 然後轉換成情人的小豆腐 觀看 肉肉篇幅呢可以算是 2.5到3顆星之間很不錯的表現 是一個非常有愛的BDSM作品 對於初學者而言呢也是非常好入門的 再來第二本要推薦的呢是 調校圓比想像中更舒服 喜歡三人行兩宮一寿的小豆腐 你們的福音來啦 這本呢是超級非力牛排 三人行必有小瘦煙的本本啊 故事牛呢就講述小瘦公平呢 一直以來都非常的囂張跋扈 相信不疑自己是一個偉大的董 那某天呢他就看見就是同班的無期呢 跟一個男人走進了一個賓館 對於早就看無期非常不順眼的公平而言呢 就想說要把這個畫面呢拍攝下來 然後好好的威脅然後欺負無期 沒想到呢兩人獨處的時候呢 無期的言語命令呢 卻讓公平就是動彈不得乖乖照做 兩人呢就此發展出一個沒有愛的調教關係 那另外一方面 從小跟公平一起玩到大的竹馬銀泰呢 也有發現好友似乎行蹤有點不對勁 茶草之下呢卻意外的撞見公平呢 被圈圈插插的模樣 三人呢就突然之間的發展出一個 非常詭異的等邊三角形的關係 那這本呢目前因為還在連載當中 所以呢對於兩邊的公君選擇上呢 是有一點點不好說啦 但是社長呢自己也曾經有分享過我的觀點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是超級不適合看 三人型三批的故事 就是我總是會比較偏心於哪一個宮 或是就是比較希望小獸啊 然後會跟他在一起 就會加入他的戰隊這樣子 所以呢其實我這整篇看下來的話 也會覺得與其要說他是BDSM 我覺得這種感覺是比較少的 就是相較於比較像是調教奪皮 狂開車的故事 至少主公無期的態度呢 是非常沒有愛的那個調教方式 在前四話而言啦 而竹馬呢的個性就完全相反 是一個溫柔尊重 但是呢感覺在本片當中是有點打醬油 還沒有受到非常大的重視 自己雖然是比較喜歡就是竹馬印太 但是呢後續的走向我認為應該是蠻糾結的 希望呢公平是真的可以公平 讓這個故事完美可以結局 這篇呢真的算是非常的 非力牛排吃搭搭肉 在亂搭諸書網中呢 是完全無遮的超級nice 單純如果喜歡吃肉的小豆腐 買它就對了 再來第三本呢要推薦的就是 超高人氣的 貴舔秋愛 那我常說呢 它是一個被封面耽誤的有愛BDSM漫畫 因為它的封面設計呢導致我一開始以為 就是故事的走向 肯定是那種黑暗沉重的故事感覺 如果事情呢完全不是傻子 如我所想像的那樣 它是一篇還蠻有愛 而且三觀非常正的故事 趙君正吉呢是一個以DOM的身份 提供支配的服務給SAB工作的學生 某天呢卻意外的被另外一位轉學生優生 發現自己晚上居然在俱樂部兼差打工 而且呢還一眼就認出了自己的本質 其實是一個SAB 被偽裝成DOM的事實 那本書看到最後呢也會發現 就是正吉其實有一個令人心疼的過去 即便如此呢 我覺得他也是非常努力 而且試著生存下去 常常忍著身體的不適 然後努力的工作 而另外一方面的宮君優生呢 即使是擁有先天上的優勢 但是卻也沒有利用自己DOM的身份 強逼正吉聽從自己而話 反而是利用自己的溫柔 然後教會正吉卸下的新房 體現了我最喜歡的那種看法 其實DOM跟SAB是對等的 祖從的關係呢 只是存在於彼此期望的時候 我想這本書呢也有好好的呈現出來 這樣子的設定世界觀當中呢 也有很純粹又柔軟的愛情 那本書呢也有在這一次的 2022年日本的這本《逼有不得了》當中呢 獲得了第七名的名次 是故事非常完整 然後又令人有揪心甜蜜感覺的BDSM作品 非常適合給大家呢 當作BDSM第一本教課書的教材啦 那以上今天呢推薦的這三部漫畫呢 通通在 《亂搭朱書王》上面 可以看到正版的內容 如果呢是頻道中時觀眾小豆腐呢 肯定對《亂搭朱書王》不陌生吧 因為前陣子 2021年的《逼有正版漫畫》 《哪裡看》當中呢 其實影片就有介紹過它了 不過介於也有一些 就是剛入府不久的粉絲朋友們 那社長呢就再花一點時間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電子書平台的好處 基本上呢像今天介紹的有火箭廁所的作品呢 實體書通常都有一些什麼 白條啊 噴黑啊 然後圖聖光啊什麼的 非常的討人厭 但是像第二本《非力牛排漏漏漫》呢 在《亂搭朱書王》上面就是 記載清金真的是讓你看得超級清楚的 就是你用八倍鏡這樣子 一直這樣一直放大呢 都不是問題 那如果說呢 學生族預算有限 但是也非常想要支持正版的話呢 《亂搭朱書王》絕對是你最好的選擇 因為他們網站呢 有一個非常好的福利就是呢 你只要非常的勤快 每天有登錄簽到 或是呢 有寫評論 都可以免費的獲取積分 那累積到一定的積分之後呢 就可以換本本來看了 最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如果說你預算有限的話呢 《亂搭朱書王》每天呢 都會推出至少一本的免費漫畫可以看 就隨時就是常常跟日本呢 有即時連線的連載作品 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平台 看不到的必有漫畫 所以呢 大家真的都可以趕快去用起來啦 那本集影片呢 也要特別感謝我們的 金主爸爸《亂搭朱書王》 讓社長呢 可以再次的無所禁忌 與大家推坑BDSM的作品 還沒註冊的小豆腐 可以點下方的資訊欄 然後去註冊 有輝人號的話呢 每天可以免費看一冊好漫畫 不看嗎 火樹的一邊飆車 然後一邊吃湯圓看起來 那今天的影片呢 也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看的開心看的喜歡 不要忘了要幫我把這部影片按個讚 然後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Niki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